近日一场中国艺术作品展在法国巴黎拉开帷幕 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这次展览囊括了来自中国的古董瓷器 手工艺品以及名家自画 据策展方介绍 中国艺术作品蕴含了几千年来的文化瑰宝 对于欧洲的艺术爱好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欧洲对于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兴趣 要追溯到16世纪的航海时代 还有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贡献 这种浓厚的兴趣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二战后巴黎就有大约80家亚洲艺术品经销商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同时被定为中法文化旅游年 月前故宫博物院也与法国凡尔赛公签订协议 计划将于明年4月共同举办大型展览 呈现两国间文化和艺术交流的盛况 在这种活用的 有编写 咱们 ages